陳哲南的這個判決 為什麼讓大家覺得非常的疑惑 從貪污變成詐欺 而且變成詐欺 就是司法黃牛的詐欺案裡頭 他是各種各式各樣的詐欺 不管是身分事件裡頭 判刑最輕的 他的身分是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官是最大的 對 他的官是最大的 裡面呢 這個司法黃牛的這個 不是律師 就是什麼公關 這是胡瓜的那個詐賭案 什麼國代 然後律師 還有假律師 假警察 假律師 是假警察 然後裡頭有一個 真的總統府副秘書長 這裡頭的司法黃牛 這些人去當司法黃牛 最輕的居然是這個 真的總統府副秘書長 他判的是七個月 其他的有人判四年半 有人判三年 判四年半 判三年 十個月 然後一審是兩年 八個月這是有經過減刑的 還有兩年 主持人 他的錢還拿最多 錢最多 身分 官最大 對 但是判最輕 開心嗎